7月23日,流行民乐演奏家深夜在北京举办了破茧成蝶音乐会 该场音乐会制作团队豪华,节目类型多样 更邀请到众多深夜圈中好友助阵 融入了古典、民乐、流行等多种音乐元素 科班出身的深夜演唱功底扎实,表演经验丰富 在音乐会的精彩表现赢得了助阵嘉宾、到场观众和媒体好友的一致好评 说到自己的创作灵感,深夜表示 因为我本人特别喜欢蝴蝶 然后我又觉得蝴蝶预示着像我的人生一样 就是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坎坷 然后走到了今天,就像破茧成蝶的过程一样 所以我就创作了这一台音乐会 破茧成蝶专场音乐会 在音乐会现场,深夜不仅为道场观众演唱了梁柱等经典古风音乐 也带来了自己的全新单曲彩蝶 以及包括音乐舞在内的众多音乐作品 对于音乐会之后的计划,深夜也透露称 接下来的话,我的第二部可能想去我的家乡 山西去演出 接下来可能有北京民族乐团的达理支持 可能会进行全国的巡演 除了制作方面精良之外 此次破茧成蝶北京音乐会 深夜还邀请到张磊,白音达,云飞,王晓妮,王旭等好友助阵 张磊更是担任此次音乐会导演 首先呢,我跟深夜是特别好的朋友 而且呢,我们都属于明月界 想把明月有一些创新的变化 可能大家今天看到这场音乐会觉得跟以前不一样 这就是我们想做的 所以呢,在这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比如说,有些在作品上面 很多想法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 我们需要一步去探究 所以光制作音乐的时间我们就花了从去年年底吧 然后就有三四个月的时间 然后这个音乐会我们也磨合了将近两个月时间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磨合以及时间的碰撞 据悉,深夜的全新专辑已经制作完成 将于26日全网发布 请不吝点赞